哈囉 大家好 我是姜妮賢 我剛剛有介紹過 然後其實來到焦點 就是我常常聽到愛德爾說 他禮拜六晚上來到焦點 然後我有帶TPS 反正我就聽到焦點 反正焦點已經在我的腦中很多次了 可是我對焦點就是說故事的一個地方 分享故事的地方 然後我真的很天真的以為 來到這裡就是分享故事 我沒有想到要做PPT 所以呢 接下來九分鐘 所以我就是講九分鐘的故事 那照片也只有這一張 好 那我是國立財肥教育大學 然後剛生大二的姜妮賢 然後我是讀師範大學的 然後剛剛有聽過很多個什麼 很多同學都有很多就是 後半們都有說他們對教育很有熱忱 那可是教育不是我的志向 所以我是就是 我是不小心上這間學校的 所以呢 其實我那時候 我在剛上大一的時候 我有想說 啊 是不是應該要去考轉學考 那轉學考一定要花一大筆 那個補鞋費用吧 那這個部分就是讓我就是苦惱很久 我想說到底要不要轉學考 轉學到我比較有興趣的科系 像氣管科系這樣子的 那就是 但是那個什麼 我們有一個老師就跟我說 如果你不滿意郭貝教這個學歷 那你就用精力來點綴你的人生 那所以呢 音樂機會下呢 然後我有一個學姐 他就介紹我TBSA這個地方 那TBSA有人聽過嗎 行修企劃這方面的 對 那我就 嗯 其實我報名 TBSA第十五屆行修企劃總子 這是在大一的下學期 然後其實要做這個決定其實蠻困難 因為大一下學期 我就是有很多活動 什麼啦啦隊啊 還有一些系上的活動 就等於是說 我在百忙之中 要抓出一個時間 然後來花時間在這個實習的上面 那我覺得就是 我已經在一個不對的環境 要生活四年 那我一定要做一些對的事情 對我的就是之後的人生有幫助 所以我就加入了TBSA這個協會 然後這個協會就是主要是個全台 然後從南到北 就是有各個學校的分子 然後一起組成一個團隊 然後負責各個專案 那我們這個團隊是活力總子 那我們負責專案就是Lowing Heart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Lowing Heart呢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 就是命運的安排 因為那時候就是專案有很多個專案 有什麼跟綠島結業的 然後也有跟就是什麼 公平貿易的巧克力 那也有一個Lowing Heart 那Lowing Heart的關鍵字就是APP 然後分享愛 那時候我們會選擇Lowing Heart 就是想說APP 我們要請下一個APP 一定要用到很多的創意嗎 那分享愛 這誰不做 這誰不喜歡做呢 那所以我們就依然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要負責Lowing Heart這個專案 那因為專案 因為我們都是就是 來自不同 不同科系的 有氣管科系的 那也有像我這種 不務正業的科系的 那所以像我們在接這個專案的第一個月 我們就是用比較自私的格式 像什麼 Walk分析 或是說一些什麼無力分析 這些就是表單來 來分析我們這個Lowing Heart 然後真的深入的了解 Lowing Heart這個核心 這個產業到底在幹什麼 那我們之後到底要怎麼行銷它 那 就是其實你知道 做了一個月的理論 然後其實會覺得很無聊 就是其實還蠻 蠻期待 那我到底要怎麼行銷它 到底要怎麼跟別人說 啊你一定要下來這個MV 或許你聽完這9分鐘 你還是不想下來這個MV 但是 你還是要很有耐心的聽完我 我現在還有5分鐘 然後 然後接下來呢 那我要開始講我們 我們終於要做這個實體行銷了 那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3月的時候進入TBSA 那一個月過去 3月 4月 5月 5月有一個什麼重要的節慶 你們知道嗎 母親節 哇好聰明喔 就是母親節 做母親節 對 然後我們Lowing Heart呢 就是做了一個母親節的專案 那我們就是辦說 母親節 那大家是不是要寫一些文章啊 然後來 就是回饋給我們的母親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辦了一個母親節的專門比賽 那像 我就 運用我自己的影響力 然後強迫 我的男 就是 男性女性朋友們 參加國標比賽 然後就是幫助我 然後 然後 像 就是我有一個回饋 就是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 他活了19年以來 他從來沒有送過他媽媽 就是任何一份禮物 或者說 就是平常也很少說 我愛你這三個字 所以他就想說 好啦 幫助江英賢 然後他就參加這個母親節的 真的比賽 然後非常湊巧的 他得到的禮物 然後他就 用不用我們Lowing Heart 為他準備的禮物 然後送給他的媽媽 然後他媽媽非常的感動 覺得說 這個兒子養了十九年 沒有白癢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說 其實Lowing Heart 他就是一個影響別人 然後分享愛的這個一個 一個媒介 然後 就算人家是被我強迫去參加這個比賽 但是他也會懂得說 喔 我的媽媽 我需要感謝他 就是 他會 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 引誘別人 然後講出他感謝的話 然後 像 像我們之後 也有辦了很多 就是 行銷專案 像是我們也有到街頭 我們去大安森林公園 然後去跟人家介紹Lowing Heart 是什麼 那像 那時候正值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就去跟一下 就是 不認識的那些三十四十歲的阿姨說 母親節快樂 當然我們也有那個評估一下說 他到底有沒有小孩 就是 我們就過去跟他說母親節快樂 那你們用腦袋想一想 就是 聽到陌生人來跟你說母親節快樂 是不是覺得 哇 他怎麼知道我是母親 那他怎麼會來跟我出口這樣子 就是 其實到處跟陌生人說一些母親節快樂這種事情 其實就是可以幫助那個人那一整天都很開心 對 然後 像 我們之後也有辦一些什麼 校園 小天使 就是到校園中 然後 就是介紹Lowing Heart 是什麼 然後也有辦一些活動 那 我有 我有些朋友 我相信 當 就是當中民地面有一些人下載Lowing Heart 然後也想說 啊 我下載了 然後呢 我要做什麼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什麼人在上面發文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 希望就是 剛剛那個Leo 我們的Lowing Heart Leo 是說他想要三十個下載人 就是他 這是他的目標 那我的目標是希望 在三十個人之中 然後有人 我不知道幾個人 我希望他可以在七月份 就是發出五篇 就是在Lowing Heart發出五篇 然後 就是等於是說 讓 藉由你的分享 然後讓別人看到你 就是你的感謝 或是說 你今天做了什麼善事 你分享到Lowing Heart 然後 藉由別人看到你的分享 然後也跟著去做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剛剛看焦點 就是 剛剛一開始的影片 大家藉由就是 別人幫助 A幫助B 然後C看到A幫助B 那也會想去幫助D 這樣子 就等於是說 你分享出去你的行動 然後 然後影響更多人去相訪你 然後做出關心這個社會的行動 這樣子 那 我現在還有一分鐘 喔對 就是我是Lowing Heart這個專案的組長 然後 就是我覺得進入這個 我這半年半年來的學習 除了怎麼 就是用腦 用創意 想出怎麼 提升我們的下載量啊